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6時 在金鐘佔領區舉行大型集會 並呼籲集會人士戴眼罩和頭盔等等物品 外界擔心會引發暴力衝擊事件 而金鐘的政府總部和佔領區附近的中信大廈 保安都已經明顯加強 多名政府官員關注 希望集會發起人魚捱立馬 再次呼籲集會人士盡快撤離 探一鵬報道 星期日的金鐘佔領區 有不少市民聚集 有人致設論壇討論政改 氣氛平靜 對於學聯和學民思潮召集群眾 去到金鐘集會 有個別人士更加呼籲 戴上例如眼罩等等的裝備 警方的報房有明顯調動 中信大廈外停泊了幾部警車 有多名警員進出大廈 而在政府總部冬疫前地 不時有警員巡邏 亦都有多名防暴警員進入政總 而在公務員上班的主要通道 連接海庫中心和政總出入口的天橋 和通往特首辦的路口 亦都有警員駐守 至於在立法會裏面其中一條通往會議廳的路 亦都落了大閘 有集會人士說會參與升級行動 亦都有人認為要視乎學聯 將行動升級的理據 學聯去衝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為了政府施壓 還是只是為了擴大這個佔領區 或者純粹為衝而衝 作為一個升級行動 去安撫下佔領區的市民 要了解原因 有集會人士認同行動是需要升級 但留意到警方近日的執法轉趨果斷 擔心事件最終會演變成流血衝突 下午接近三點鐘 有反佔中人士去到金鐘抗議 被集會者報以虛聲 擾讓半小時後散去 另外有十多名中學生和市民 由政府總部赤腳 沿天馬公園撫行去到金鐘佔領區 沿路線繞了九個圈 每28步跪地一下 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 表達爭取民主路上的艱辛 亞洲電視記者譚日鵬報道 警方說金鐘屬於高風險地區 再次呼籲集會人士不要挑釁 以及衝擊警方的防線 我們覺得根據以往的經驗所得 這些呼籲和今晚的情況 是有機會給一些激進的分子 和支持的分子和一些團體 趁這些機會製造一些混亂 和有可能令致市民受傷的場面 如果在現場我們的同事 發覺有任何暴力的行為 或者衝擊警方的防線 或者嘗試去堵塞政府總部 警方一定會採取果斷的行動 去恢復社會的秩序和治安 而記者譚日鵬在今宗集會現場 跟進著最新的情況 現在學聯和學民思潮 宣布今晚的集會目的未 譚日鵬 你見到多不多集會人士 戴著眼罩和頭盔等等的物品道場 現場氣氛又更緊張 其實說回這個集會 在6點鐘是剛剛開始了 但是未見商學、學聯和學民思潮 代表上台快點是一些歌手上去唱歌 說回現在可以見到 有不少集會人士 都是在錦泉大台的地上坐在那裡 可以見到起碼有至少幾百人聚集 可以說回今天的集會主題 是以對準政權細則民主為題 但是有人說呼籲戴一些眼罩 口罩、頭盔和乾糧等等的裝備 來到這集會 擔心會有升級行動 其實警方都有作出應對 在中信剛剛對出 我們見到有多一架的警車 在證總裏面都有多名警員 可以說回在佔領區裏面 就暫時未見到有警員巡邏 我們會跟進住大會的最新情況 先交給新聞報 而旺角深夜繼續有大批市民聚集 並且游走到尖沙咀一帶 又多次衝出馬路 警方要出動大批警員維持秩序 期間帶走七男、兩女 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盜舌 甚至取消交通工具等罪名 潘穎儀報導 凌晨繼續有大批市民聚集 在燈打市街和尼敦道交界 有人不斷來回橫過馬路 聚集的人亦都失滿了行人路 警員在場戒備 勸喻他們返回行人路 為了提他 道路使用者著想 各位市民繼續 方全路使用大批市民 大批市民掌聲 之後部分拿著標語 拿著黃色遮的市民 由市由街出發 走向尖沙咀一帶徘徊 沿途高叫口號 聲稱要救命 我想買奶拼貝 他們去到西洋唱南街 阿加魯街交界來回過馬路 又去到阿加魯街 一間藥房外面停留 藥房隨即落閘 當人群經過尼敦道 警方在馬路旁邊拉起封鎖線 沿途有大批警員維持秩序 由於西洋唱南街一段行人專用區 在夜晚10點恢復通車 人群需要根據警方指示 回到行人路 後來又再有大批的人 站在市由街聚集拒絕離開 警方一度封鎖這個路段 人群在清晨大概4點左右陸續散去 亞洲電視記者潘宜報道